武汉把65%的面粉用来烘制蛋糕 然后剩余的拿来烘制饼干 以KG为单位 烘制饼干的面粉是多少 所以在这一边呢 第一种方法呢 就是我的25KG乘以65% 这个是拿来做那个蛋糕的 OK 所以在这一边呢 我就可以越减 OK 所以他在这一边 我越减的话 我就12525 425 这一个 然后过后呢 我的65除4 65除4的话 我的65除4 414 然后25 6424 然后1 所以他会变成16又四分之1 因为他会变成 我先把他变成65分之4KG 所以他是16又四分之1KG 然后就16.25KG 四分之1是0.25嘛 OK 好 然后 然后所以他的那一个饼干的那一个 OK 会是等于那一个25KG 减掉16.25KG 所以我就25.00减16.25KG 然后KG KG 然后我这边不够我就减10 不够5分之1 然后就5 5.27 然后1234 这边接14 然后这个就会变成8.75KG 所以他用在饼干呢是8.75KG OK 然后接着呢 我如果用第二种方法 他的100%减掉65% 就是35% 所以他的那一个饼干是全部的35% 所以我的那个饼干呢 OK B-I-S-C-U-I-E OK Biscuit OK 会是等于25KG 乘以35% 所以在这边月减 12525 4 25 这一个 所以他就会变成了35.4KG 然后35.4KG的话呢 我这边35除4 呃 8.4 3.2 然后3 所以他会变成8又4分之3KG 然后他也等于8.75KG 因为我们知道4分之3是0.75 所以他答案是8.75KG 跟这个答案是一样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